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今天11月30号收月线 今年剩下一个月就结束了 那11月份通常都是MSCI 也就是收盘生效 那这一两年来台股的MSCI 大部分都被调降 在最后一盘 也就是1.25跳1.5的时候 只要MSCI前指调重 调整 通常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那也可以看出 最后一盘 他买的股票是什么 其实也是在告诉你 他就是未来的主流 就这么简单 各位好好去想 过去 一两年前两三年前 MSCI权重调整的时候 最后一盘是不是有的时候 一拿我电子股有时候最一盘 一拿就是三个股票五个股票 甚至有时候就拉到涨停 不知道各位 还有没有这个记忆 没有 好 那我们先讲台股 再讲今天最精彩的 因为今天最后一盘 其实已经告诉各位了 储核汉界 什么叫储核汉界 未来什么是多头 什么是长头 未来什么股票是反弹而已 其实今天最后一盘都在告诉你了 好 我们先看大盘 今天大盘 最后一盘 各位你看最后一盘虽然 看到1.20分只有127点 然后最后一盘拉上去 涨几点 涨22点 而且最后一盘的成交量 是700多亿 700多亿代表什么 今天其实成交量不到2000亿 结果最后一盘跑了728亿出来 看到所以今天收在 今天收在最高点 今天收在最高点 那通常大家都会想 像这种尾盘这种拉抬方式 通常都是台积电 对不对 来我们看今天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拉了三块半 通常都是台积电 是不是 那台积电今天 它当然也扮演了 它的相对的任务 但是台积电仍然叫反弹 很可惜 来我们看来 这是大盘 你看到的大盘 请问它翻空了没有 还没嘛 七四中 你看 所以这些大盘 收盘仍然在创 12629以来的新高 收盘 这就七四嘛 好 台积电呢 台积电昨天一涨 今天一涨 可是它就是过不去 它就是过不去 看到没 这个是礼拜一的高点 是498 收盘498 你看过不去就过不去 今天算了我们拉 还是过不去 所以它仍然还没出现 买进新浪 大盘是翻多 台积电现在是 我们把它比较客观一点 叫短线是翻空 也就是它必须把这里的 服务盒洗干净以后 盘才会上 好 那我们来看台康生计 台康生计是生衣股 我们来看 今天台康生计的收盘价 收盘价 用收盘价 其实也是平了 算平了 平了今年收盘的新高 虽然这里有新高 这里有139 但是这个139叫 西线 它不是实现 不是收盘价 今天台康生计收盘 也创了今年收盘 也创了今年新高 很简单 趋势 那我再告诉你的就是 从第一档 第一档保龄 附近开始创新高 美食创新高 其实台康生计也算创新高 智晴也有创新高 它是一档一档 而且升一股不多 那代表什么 它就主流 你们不相信今天的收盘就告诉你了 其实今天收盘就告诉你了 我们先看反向来 我一直在讲红海 各位 红海最后一盘 你不要小看 这杀一块钱 杀39,865张 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 其实红海都是 外资都不断地在卖 外资是不断地在卖 红海 各位 看到是不是 外资一路卖 这今年的红海 是不是外资一路卖 是不是一路卖 一路卖 所以看收盘 我这样讲 你或许 不会相信吧 可是最后一盘 真的它就杀了 39,000多张 那相反的 有一档股票 一定是 跌破各位的眼镜 我们看这一档 你看到的是什么 它1.25分叫505块 在这个位置 最后一盘拉了25块 25块是什么 也就是最后一盘 就拉了超过5个person 超过半只涨停板 那他们的人看到的 都说都是认为 哎呦 拉了半只涨停 我看到的跟你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什么 来我们看来 看这里 最后一盘 10676张 好 如果连盘购义 都加一加 是12000 20014张 是不是 1200014张 好 你至于算 今天的总成交量 是13000一张 那如果扩掉这里不算 今天的成交量 不到1000张 是不是 最后一盘 买了1200014张 买了1200014张 这里才13000多 最后一盘是买了1200014 13000一张 去减掉1200014张 不到1000张 也就是1.25以前 不到1000张 那一张股票 53万 那是什么逻辑 53万 530就53万 他是现在生意股的股王 他就是股王 那你去想 最后一盘 用多少钱去买的 你知道多少钱吗 来 这是要钱 这不是 这不是假的 要还要 应该也不能融资 这是现金 应该也不能融资 要还要大概也不能融资 对不对 用还要不能融资 所以各位 这里 会算嘛 一张53万 用12000张 你把它乘下来 是63亿 63亿是什么概念 我们来看 要还要的股本 叫26亿 股本 股本26亿 今天最后一盘 最后一盘 连盘都交易 用63亿 去买 要还要 要还要 股本只有26亿 可是最后一盘 就用63亿去买 那有时候想想 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要买 我也不断强调 我跟各位讲过很多遍 要还要 其实政府拥有持股 大概好像8个percent 那唐基就不用讲了 唐基政府拥有33个percent 那这些资金 是在避嫌呢 还是看好未来的生股 我认为是看好 因为它叫国王 到今天为止 请问 要花药赚多少钱 EPS 你 要花药 去年赔一个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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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到第三期赔4.37 你告诉我 要还要呢 去年赔一个股本 今年到目前赔4.37 最后一盘既然有人 买了63亿 那个钞票自己印的 买3D列印 那个A后的纸下去印就可以了吗 不是啊 其实我在告诉你 那就是未来 我在告诉你 叫未来是 你们信也好 不信也好 有的时候 人一般的 我们叫 为什么有很多人 他富可敌果 身上有 应该都好几亿 在滚来滚去的人 因为他看到未来的事情 他会想到未来 如果你只看到 今天以前 我常在讲基本面 就今天以前 基本面就今天以前 明天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为什么 做生意股 再看一遍 我们看他 今天的成交量 你看到他的成交量 各位 一天一万三千张 这里都是一点点 我们要从头开始看起 因为资产股票 我为什么 没有待会很做 因为他被瑞士告 被瑞士一天 就是代理商告 要赔超过他股本 超过他的市值 所以有时候 当分析师就这样子 因为唐基最安全 就只能带唐基 要还要 上面上你看起来 找不到好消息 所以不敢带 如果买这种股票 万一真的 其实也不会万一 因为他就是好股票 可是如果一段时间不涨 投资人 只是敢不敢 你都会还死 你都会还死 药华药 去年的 看到去年 去年底的11月 我都把药华药 他的营收 未来的营收 都算在这里了 当时多少钱 108 108 好 后来涨到哪里 各位看得到吗 108在这里 涨到622 涨到622以后 因为他拿到 这一段拿到药证 以后拿到机器再喷 622在这里 这段时间再整理 对不对 股票买在哪里 买在人家 不敢买的时候 这里是8月5号 到现在 今天又出现一个大量 那代表什么 要还要不要涨 不是重点 而是 我常在讲 我在用一个逻辑 为什么一直在用 用 来 我用那个逻辑 也就是 或许 这是一个体势 来 我用台卫题 我喜欢 用台卫题 台卫题 市值8.4亿 在9月29号 9月29号下市 为什么下市 因为深投资用 100块钱 把他买下来 让他下市 把他买了 我们就说 私有化 就不让他公开市场 把他买下来 你们的股票都卖给他 他100跟你买 当时才多少钱 当时在这个位置而已 当时80几块 他用100块 全部把你们收了 收了在9月29号下市以后 今年的6月 建6月 他发布消息 他可以 哪里曾经上看200亿 而且深投资还拥有 台卫题这家公司 我问你 假设这家公司 是你的 这家公司 台卫题是你的 台卫题 你们怕这样买 还是 还是你家人 你亲戚在买台卫题 但是台卫题是你的 就是你家的 可是你给小孩 或者给亲戚朋友 或者经理人 来跟你买这家台卫题 如果被买了 你会怎么想 我告诉你这个逻辑 我说生意股 常常会出现 让各位意想不到 我再讲一遍 我常常跟我投这个喊话 你如果有疑力 包括电视观众 你如果有疑力 切断不要玩生意股 你要玩生意股就是这样子 我一玩两个人 有可能 像台卫题就下次 下次你再用100块跟你买 这里45.3 用100块跟你买 重点因为 你升投资可以收200亿 他买84亿进来 还可以买84亿 升投资在吗 他可以 84亿 等于付了84亿 可以收200亿 你告诉我 有比这刚好赚的吗 公司还是他的 台湾有很多生意股 都是这样子 台湾 我说台湾人的观念 没办法改 我讲一个 比较轻松一点的 我从小 我们大概从小 从小就有一个 都被灌输一个概念 灌输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我想这句话大家都 通常里面都存有这个概念 对不对 我讲的不是对错的问题 你是不是有这个概念 我有啊 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 对嘛 从小就灌输你这个概念 现在21世纪 请问现在是谁的世纪 我问你好了 谁的世纪 一定有人不知道 好 我用最简单的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哪一国的人 美国人嘛 美国的副总统是什么人 他就 他好像是印度裔的嘛 世界最大的国家 他副总统印度裔的 现在的英国首相是谁 英国首相是谁 当然是印度裔啊 全世界500大企业有100家 他的CEO都是印度人 其实包括台湾 譬如说 台湾有很多啊 譬如说野村政见 野村政见台湾的老板也是印度人 那我问你 现在是中国人在统治世界 还是印度人在统治世界 你告诉我好了 其实这个概念 有很多专家都知道 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讲 因为怕伤了什么叫名字之尊 打嘴炮有什么用啊 人家现在印度在统治世界 不是吗 所以那个就是概念 观念如果观念也没有改 你以后到晚都很差 这不叫生意股上来吗 以前这种逻辑 会一天跟你挑25个person MFC来调整的 只有电子股会发现 请问你有看过药法药 而且药法药不是低点喔 药法药基本面不是很好 你们的基本面来看它是好吗 结果最后一盘是用63亿 弃满一个股本 股本26.3亿的 等于股本 你最后一盘用2点多个股本 去买1万多张而已 它有26万张 它买了1万2千张 要用2个股本 有时候想一想 来再看你变 这不想买 你100块你不想买 100块你不买 然后我教会员不买 就打电话来骂 靠电话来叫 所以我说 做生意谷有多辛苦啊 看到喔 然后呢 我们的糖抗体 我不再拿这一张 我不再拿这一张 那为什么拿这一张 我等一下再讲 休息一下再回来 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那因为现在11月结束了 再来剩下 今年剩下一个月 每一年的年底 都是生意股的旺季了 不要旺季了 那我们看今天各大指数 来 这是大盘涨了1.15% 电子股涨的是比大盘还要少喔 好 生意股各位 生意股涨的是电子股的两倍喔 好 那今天最一盘 其实还有股票 来 这个叫什么 这叫保瑞 最后一盘 从436跳449 这 跳13块耶 你看他跳13块耶 很多耶 然后这里差不多900张 900张也就是 以他的股本5.41 最后一盘 最后一盘 大概也用了大概七八成的股本啊 900多张啊 算450 450块啊 对不对 这也用了34亿去买他耶 看到这一盘更扯的就是 既然用了两个股本 超过两个股本 12000张 今天的成交量 如果没有最后一盘 他才不到1000张 只有最后一盘 用了63亿去买 要啊要 请问要啊要是低点吗 不是低点 这里不是低点 年初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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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各位的时候 在这里 108 我告诉各位是108 这张我不是第一次拿起来 只是 因为我们作为党股票 像要啊要 我如果 我说我如果买要啊要 一天到晚接电话 就接不完了 可是 有时候想一想 我都 我说我的初心 就是要让会人赚钱 赚越多越好 可是又要安全 像旗舍越法越好 其实很安全 因为政府就有嘛 行政区开发基金就有嘛 大概好像八个人 唐基有 政府有三十几个人 所以那个逻辑有的时候 我说当分析师 你如果要做一天做两天的 你真的不要看我电视 你如果做一个礼拜的 你不要看我电视 你如果今天买的明天要赚的 也不要看我电视 假设你不是天使投资人 你也不要看我电视 我每次都要再讲一遍 为什么 我不断地在反复在讲这个 我说 我说我常常在讲 不然你来做老师 你来做啦 對不對 我问你嘛 七年七月的时候 我讲过很多遍了 七年七月 三十几块 三十五 三十五点七五 我说 我说 我就比这个姿势嘛 我给你们贵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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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票你们买吗 没人要插我 我给你们贵好不好 赔了 从去年赔了 前半年 那赔了整个半年都赔 赔节目会 然后今年呢 这三十几块 今年七十几 到现在一百三十几 现在还是一百三十几 现在 有点落差 还是一百三十几 可是因为它什么都还没展现嘛 来我们看月线 各位 你看到这里 有没有看到 三四点八五 看到吗 好 再给各位重新再看一遍 七月一号是不是叫三四点八五 是不是三四点八五 这月线 三四点八五 好 这一段 这一段 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题材 它就很自然的长这一段 结果被打下来 被刻意的打下来 我一个这样讲 就好像要花要一要 我问你 像这样的买六十三亿 六十三亿要买一万多张 我告诉你 你唐记有办法让你这样买吗 你不要说要买一万多张 你要买个一千张都很难买 不过未来有一天 假设唐记如果到这种价位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进来买一万多张 为什么 当你看到五百它就可能有一千 对不对 当你看到五百它可能就会有一千 所以有些人 比如说有些人很多钱的人 他是不在乎 我用两个股本 三个股本的钱去买你现在的股价 不是 他看的是未来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的投资人 我一直讲说你如果不是天使投资人 你假设 提神不用假设啊 你就输啊 你会来看我节目会买 跟我做股票的人都是输很多的人 你用你的方式做嘛 你又跟着我做 我告诉你 我常常在讲我一年节目会两千多万 谁有压力 我有压力还是你有压力 他没有上来 我是保证赔钱的 上来你们赚了可能是三倍五倍在赚 各位 今天夜线坐在这里 那我不断给你这个逻辑嘛 这个就是北极星 它是一个样本嘛 来 它在这里 68.1这里 送件 就是要申请挂牌嘛 好 12月27号申请挂牌 大部分6月6日才正式挂牌 等于半年的时间嘛 好 这里有一段啊 这一段是一倍 这一段 如果我说把它算下来 681万 最极大值可以变3700万 极大值啊 我们解脱去尾留中间好了 700万 有机会变成3500万 5倍 请问你缴了多少节目会 我一个月200多万 我一年2000多万 这种股票从7月到现在 已经一年半了 我在这里所有的目的就是 希望这种股票上来 大家来 就像药花药一药嘛 这药花药不错啊 622这里 这很好卖 股票卖 它不是 它 它不会不好卖嘛 在高点都很好卖 因为量最大嘛 我们来看当时的量最少的时候 是多少 股票没有人 这里没有人敢买的时候 量一定很少嘛 现在的糖基就是类似这样子啊 来 这几张 这几张啊 各位你看几张 几百张而已啊 现在呢 现在是几万张啊 所以 你如果要操作生意股的人 其实我再告诉你一遍 生意股是不是未来的主流 你只要看药花药就好了 今天药花药不是很便宜哦 为什么有人去买了63亿 为什么 有人先看到未来生意股 先卡位了嘛 来 给各位看这个 来 我说拜登的癌症登业计划 现在大家都在想 美国的什么晶片法案 现在告诉你登业计划 未来对中国限制会很多东西 台湾单位现在接不完啦 我就在布局明年的事情 你只要告诉你明年未来的主流了 你疼的就是你的福报嘛 你疼不疼 我也没办法啊 想要操作 我们这档唐康底的 打电话没同一个时间 再会